上節港度我們坐著山板漫遊香港仔避風堂 再登上住家庭參觀 兼試地道的艇仔粉 遊覽完終點站就回來鴨里洲 又有點餓了 不如去吃點東西吧 第一站就來到這間近月新開的三峰 這間cafe主打台灣興食和自家烘焙的咖啡 讓我嘗嘗蛋餅 很足料 餅皮軟得來又帶有蛋香 另外還有黑松露雜菌和鹹牛肉芝士兩款口味 想不到滷水鴨店竟然有得買西多 這款芝心西多士很受街坊歡迎 麵包夾著芝士再落鍋炸到金黃色 切開一角已經看到半溶的芝士了 入口還有蛋香和淡淡的芝士味 很邪惡 而招牌的滷水鴨就用了60多年的滷水蛋來浸煮 吃得軟軟入味 而這間大排檔的鑽角小店 有腸粉、炒麵、碗仔翅、炸燒米、豆腐花等等的港式小食 必定要試的當然是這個山菜魚肉翅 自家製的山菜魚肉 加上足料的碗仔翅 一碗可以吃到兩種滋味 腸粉就有蒸和煎可以選擇 如果會去香港酒的話 就一定要試這間漁村主題的cafe 長身遊上漁船常見的綠色 抬頭又有泥秋龍、漁網等等的裝飾 周圍都滲透著老漁村的元素 店長說香港入少少的漁村變成今天的大都會 年輕的一代未必見過漁船 所以他們就用這間店來保留回憶 就好像一間紀錄社區文化的小小展覽館一樣 不止布置見盡心思 店內的食物同樣都好用心製作 就好像Expresso 只是用House Brand的咖啡豆 加上拉桿式咖啡機 酸甜味更加突出 店內的蛋糕包點也是每天新鮮製造 當日精準的巴斯克芝士蛋糕 但有焦香和輕盈的芝士味 而記者最愛的就是這個 除此之外店內也供應幾款輕食